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我的快递 好 謝謝 撒死我了 喂 局长 每次都这么神秘 能不能给点提示 去哈佛4S店 剩下的只能靠你了 哎 早说呀 SUV领导者之名 因何而来 国民神车神话 能否延续 特工享存 体验哈佛汽车 不是连修桌4S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现车和试驾车都提供 关于展宾服务这一块呢 想想给大家来好好说一下 就是这个茶水的服务 刚喝了一下这个速溶咖啡 喝起来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 尤其是这个色泽 完全不属于超市里的灌状的咖啡 那对于非品牌的豪华赛店呢 小学认为是非常难得的 能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如果大家想品尝一下的话 不妨到店来体验一下吧 请问二 这句性价比 通过对哈佛F7的对比 特供小熟 今天大家选择的是 哈佛F7的爱潮型 其中爱潮是厂商和店里的主推车型 那相对于低配车型 在配置上增加了电灯座椅 加热通风 后视镜折叠 全镜天窗 360全镜影像 那目前哈佛F7呢 提供了2000元的选择 帮我们包含了前后排的座椅加热 还有前排的座椅通风 还有方向盘的加热 那小熟为大家看到了 店里的价格是 它的裸奢价格是12.8万元 它的裸奢价格是14.5万元 经过小熟的观察 发现了有以下三个亮点 和三个不足之处 亮点一 空间出众 哈佛F7虽然是紧凑级的SUV 但整体却达到了 中级SUV的级列 2725的超长轴距 和1690的吹身高度 是F7在统级中拥有 最大的乘坐空间和储物空间 亮点二 拥有同级最强大的 全地形智能四驱系统 六种驾驶模式 挑战全地形 亮点三 相比同级别 安全配置更丰富 毕竟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 不足一 内饰配色相对老套 哈佛F7只有黑色和黑棕 两种颜色内饰 这与标榜太空美学的 年轻化外观设计 有些不太搭调 希望能在未来改款的F7中 能看到改变 不足二 全系无电动尾门 各自偏矮的小伙伴们表示不满 对于力气小的车主也显得不够友好 毕竟哈佛一直是高性价比的代表 在这台配置如此丰富的F7上 找不到电动尾门 特工小存个人觉得有些遗憾 不足三 运动模式下油门响应会变得更加灵敏 出息上手可能会不太适应 感觉到加速比较窜 建议想开得舒心的网友 不如尽量选择舒适模式 以上就是特工小存的情报总结 如果大家对哈佛学车感兴趣的话 不如来到北京博士联的小村店 来深度体验 下一期让我们来看法学车 星克雷加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一期再见